有来医生,有健康,想未来 超声笑容子宫肌瘤是怎么回事? 邹丽莎,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附属第一医院副科副主任医师 超声聚焦刀,又叫海浮刀 是一种不需要切开皮肤 不需要穿刺就可以杀灭肿瘤细胞的新技术 就像太阳光可以通过凸透镜聚焦一样 超声波也可以聚焦 还可以安全地穿透皮肤达到体内 海浮刀的消融原理就是利用超声波的这些特性 把低能量的超声波聚集在体内 在焦点区域聚焦足够的强度 形成局部65到100摄氏度的瞬间高温 使肿瘤组织发生凝固性坏死 坏死组织可以逐步被身体吸收或者变成斑痕组织 海浮刀可以治疗很多种肿瘤 包括肝脏肿瘤、肾脏肿瘤、乳腺肿瘤 也包括我们妇科常见的子宫肌瘤 选择适合的病人利用海浮刀治疗子宫肌瘤 是可以达到创伤小、没有痛苦这样的效果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子宫肌瘤患者都适合采用这种方式进行治疗 那么我们需要对患者他的子宫肌瘤的数目、大小、还有位置进行评估 选择适合的病人利用这种方式进行治疗 超村聚焦刀治疗以后的子宫肌瘤 不会马上消失或者是缩小 肌瘤组织凝固性坏死以后 需要通过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慢慢地被身体吸收 或者是变成斑痕组织 专家提示 超村聚焦刀属于一种消灭肿瘤的新技术 其原理是将低能量的超生波聚集于体内肿瘤部位 使局部形成65摄氏度到100摄氏度的瞬间高温 使肿瘤组织凝固性坏死 坏死的肿瘤组织可逐步被身体吸收 或者变为斑痕组织